大家好,我收集收集,就是每支一股的時間 我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支嘉賓是來自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遠子喜先生Hairie Hairie你好 你好 Man 一二既往,我跟大家回顧一下 上星期Hairie為我推介了一支中興通訊 恒指方面這星期的走勢升了 不及1% 但股份方面變動了3毫子 計算是超過1% 跑贏大市 根據上星期推介的投資建議 竟然買入股份 總而言成績是跑贏大市 接下來你應該怎樣去部署 是否仍然保持部署維持目標價不變 現在回顧目標價 我都會維持15.75元的位置不變 但當然要留意15.75元是中長線的目標價 暫時看見資金開始 看見港股形勢做得一般 對於中興通訊或相關熱炒的電訊市 炒味濃郁的氣氛慢慢減退 這方面投資者如果買了股份 可以暫時保持本身的股份 特別是見到 我都憧憬到 未來的4G發展勢頭 會理好到中興通訊 未來的發展 這方面其實見到 集團在2012年 本身的業績已經做得很差 我都會憧憬到 有一個積極回升的勢頭 這方面我會看好 今年的中興通訊 中線的發展策略 今天見到中興通訊 現代來說是13.98 稍微跌的是6 跌幅不足100% 回股完上星期同意推介股份後 今個星期有什麼高分帶給我們呢 如果你說看今個星期的股份 我會選擇一種比較冷漫 投資者要留意 這隻股份來說 我都會覺得比較高風險 因為它本身的股份相關的資料 透明度不是那麼高 一會兒會和大家一起解釋 好 慢慢聊到股份 股份編號就是703 街景集團 先和大家看看 這個業務做什麼 街景集團 現在股份編號就是703 看到集團在澳門 從事銷售食品和飲品 以及一些物業投資的業務 詳細來說 我交給你講一下 其實在餐廳業務上 其實那個業務有多大呢 如果你說很多時候 這隻股份 大家去看報紙的雜誌來說 不是那麼多提及 街景集團 剛才Mac也有說到 主要是從事一些 在澳門方面的一些餐飲業務 其實這間集團 其實在1984年已經創立了 也是澳門最大的飲食集團 如果你說橫顧澳門半島 或者路騰相關的一些旅遊區 賭場 甚至是一些飲食的一些地區來說 其實集團都已經覆蓋了 不同的一些飲食的食事 或者是飲品的店舖 在當中 看回其實現階段來說 其實員工的人數已經超過1600名 也都在餐廳分店的數目 也有三十幾間 主要分配的不同的菜式 都包括中日台 或者是蒲國菜 甚至是說他們有一間 有專門賣咖啡店的一些不同的店舖 這方面其實我都會覺得 投資者留意一下 本身街景集團如果你看回 橫顧歷史那方面 其實是有一些不太好的歷史 集團在2012的時候 其實有三年都試過停牌 進行一些重組公司的動作 這方面其實就是 這隻集團 如果投資者是一些比較內歷史 或者看了股票市場 都是一段時間的時候 都會記得這隻股份 自從重組之後 其實看到集團的盈利 又或者是本身的業績裏面 做好 我都會這樣去看 就是介紹這隻股份給觀眾 首先都是了解這間公司 做些什麼 還有營運的能力 有些營運的增長 有些什麼 慢慢就和大家去認識這隻股份 繼續認識一下 就是這個集團的業務的範圍 剛才聽你說到 很多人都在說餐廳 食肆等等 但是知道 這個企業除了做一些飲食之外 還有一些是娛樂相關的業務 應該是怎樣去理解 現在看看街警集團本身的業務範疇 主要是做飲食 集團也會有一部分做一些娛樂的場所 包括是溜冰場 或者是一些遊戲機譜 但是這個收入的佔備 幾乎是under 1% 所以其實如果分析街警集團 整個收入結構 又或者利用的增長的幅度來講 主要是看著飲食的部分 集團剛才也說到 有專門做咖啡店 其實大家所認識的 Pacific Coffee 澳門的經營權 就是在街警集團裏面 集團也是積極擴展 但是如果你說認識街警集團 這間公司 究竟主要做一些餐廳的範疇 其實是主要做日本菜 集團在江湖日本料理這間餐廳 在澳門也有7間分店以上 如果看其餐廳的鐵板燒 拉麵 又或者是日本料理 集團主要的飲食飯 都在日本菜裏面 說完業務範圍之後 和大家看看 今天來講 Hurry和他推介股份的三大利好因素 首先第一個 澳門餐飲業市場上 都是具籠頭的地位 新餐廳確保到未來增長勢頭 第二個就是集團業績 都會分析 都有兩例的表現 準備到 準確地捕捉到澳門薄彩業方面增長勢頭 以及第三 日圓持續走藥 都有了這間機構 減低原材料方面的成本問題 逐一和你跟進一下 先看看第一個理好因素 就是澳門餐熱市場方面的龍頭地位 剛才你這樣說 看到很多不同的餐廳 其實類別上面主要是甚麼餐廳 除了日本餐廳之外 其實又是否很出名 要看回集團主要第一個理好因素 就是澳門餐飲市場有一個龍頭地位 主要我找到這隻股份的主要原因 就是上個月我都有跟大家分享過 都推薦銀河娛樂這隻股份 其實見到不同的遊客 去到澳門薄彩當中 其實他們都要吃 所以我就會找到這隻股份出來 主要看本身的業績裏面 都做得不錯 亦都見到主要集團的一個賣點 就是在澳門裏面 在一個餐飲市場有一個龍頭地位 剛才有分享到 亦都見到其實集團 在本身的日本料理的場所方面 又或者是餐廳的數目 佔比是比較大一點 亦都說集團旗艦江湖日本料理 是一些比較高檔次少少的一個 整個一個日本料理的一個餐廳 如果看回本身整個餐廳的數目 其實集團沒有公佈 個別餐廳的收入究竟是怎樣分佈 所以跟大家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究竟這間餐廳有多大 可以容納到幾多個不同的客戶的人數 所以來分析一下 究竟在街景的前景方面 有什麼利好的因素 主要是集團也有江湖日本料理 又或者大家所認識的 一些Pacific Coffee 亦都有18番的一個 一些比較高檔次的 一些日本鐵板燒的項目 你看回佔地那方面 特別是說平方尺那方面 亦都是一個挺多的一個平方尺 如果你說計算七間江湖日本料理來說 佔地成四萬六千多平方尺 其實都挺大的 我都會覺得 當然如果你說看Pacific Coffee 一間咖啡店的佔地來說 就不會太多 但其實集團也持續地擴張 一些比較的行業或者咖啡店的數目 另外一方面 18番方面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高檔次的BBQ的餐廳 這方面其實佔地來說 我都看到是一個挺不錯的增長幅度 除了說本身一些高檔次的餐飲業務之外 其實我都見到集團也是積極擴張 一些比較中低檔次的餐飲業務 特別是說一些美食廣場 其實集團如果大家有去到 辛豪酒店那方面去吃它的美食廣場 整個美食廣場超過有九個counter 也是集團去營運的 另一方面也開始包辦一些大學的美食廣場 除之而來你會見到集團整個餐飲市場 或者業務方面其實是非常多元化的 這方面也都是讓大家覺得 為什麼我會覺得 除了高檔的餐飲業務 也發展中低檔的時候 一個多元化的業務來說 對於集團未來的增長勢頭 會較為穩定 我都會覺得股價表現也會隨之而上 聽你這樣說 餐廳真的好似幾多 比多種類都不少 但是增長動力才是大家的關注 也未必有用 只不過是賺錢的能力高不高 接下來的發展又順不順速 如果今次純粹看平方尺數 主要是現階段 根據2012年的業績發佈 集團旗下餐廳佔地的平方尺 就已經有十三萬一千多尺 其實如果你看回2012年的發展勢頭 亦是挺不錯的 特別看到集團 剛才也說到 或者亦都發展Pacific Coffee 這個項目 其實本身如果看Pacific Coffee 本身的產品定位方面 如果你說單件產品的售價 當然沒有日本餐廳那麼多 但是毛利率那方面仍然是非常之高的一個數字 另外一方面 其實集團也是不停地擴張 一些比如說高檔次的日本餐廳 在2012年 如果你說看回一個比較 從一個平方尺數 就是一個佔地去看回的時候 集團也是一個比較高速的增長 我都會覺得在2013年的方面 其實集團也有一個挺不錯的增長勢頭 剛才也有說到 除了一些高檔次的一些餐廳之外 集團也積極發展 比如一些大學 又或者機場那方面的一些餐廳數字 這方面我稍微有少少擔心 只是毛利率那方面 沒有高檔次的餐廳那麼多 但是如果說從餐廳的佔地 又或者可以容納的一個 食客的數目那方面 這方面的確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增長 說到來近2013年 集團也都公佈了 除了說以往在澳門科技大學 包辦這個美食廣場之外 集團也都將來近說 在澳門大學方面的美食廣場 宋職餐廳、西式餐廳 也都納入在2013年的發展的藍圖裏面 另外一方面 由於澳門政府也都是積極去擴張 澳門機場方面的營運設施 這方面集團也都包辦了兩間餐廳 在裏面 這方面也都確保了 最重要的是 去年集團的擴張 亦都有一定的速度 這方面其實2013年來講 我相信對於集團那份業績 又或者增賞盈利方面 其實是可以保持到的 聽你這樣說 他們接下來的餐廳的方針 稍微有少許改變 除了做一些高檔次之外 可能比較低檔地外 大眾化少許的餐廳 都會是涵蓋到的 只不過你剛才說到 可能做這些大眾化的餐廳 可能無理方面 可能真的沒有高檔次那麼多 但應該會不會是以量取勝 但應該怎樣理解這個因素 其實如果你說太過集中 在一些高檔次的餐廳的時候 其實對於整個澳門的經濟 又或者旅客的數量 如果有一些稀微的抑動的時候 反而是有一個挺不利好的消息 出來的 如果你說發展回一個大眾的市場 來說 沒錯 是會的確對於毛利方面 會有一個影響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說 剛才Mac也有說到 以量取勝其實集團 未來也是一個發展的策略 說的是2013年至2014年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大型賭場 是會落成的 如果你說集團積極發展一些高檔的業務 只是在原有的賭場 又或者相關一些高檔的商場裏面做的話 其實對於那個集團的 那個營運的Efficiency 又或者是未來的增長的勢頭的方面 其實沒有什麼積極的作用 其實集團管理層也說到 未來在下一個澳門大型賭場落成 例如銀河 又或者是美高煤在2015年16年落成的時候 集團也會發展當中一些高檔的餐飲 暫時來說 其實現階段的水平來說 就會發展在一些大眾的事業 這方面其實對於集團的增長勢頭來說 反而是有一個積極或者穩定的作用 這方面對於街警集團2013年持續擴張的形勢來說 會有一個利好的意味 好 明白完這個利好的因素 跟進來就是下一個利好的因素 說的是業績方面 看到上年業績來說 都是表現兩例 顧著都見到的 看到純利方面大增超過一倍那麼多 看到是166.7%那麼多 先和你跟進一下 上年來說有什麼推動力 推動到純利方面做得那麼漂亮 好 其實純利方面 大家都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在這裏 收入、毛利都是十幾個百分之 做什麼純利突然有倍幾個增長呢 而本身雖然看到毛利率 都有一個上升趨勢 其實去到71.3% 都是一個多高的水平 如果看看純利的幅度來說 集團其實沒有特別去解釋 為什麼純利有這麼大的一個幅度 看回機數是比較低少少 其實在說2011年的數字當中 但你都見到集團積極 特別是如果你說看回 剛才我們有分享到 集團旗艦的江湖日本料理 其實剛才沒有分享到那件事 就是主要是發展日本市場之外 其中一間比較大的旗艦店 就是開了在廣州的IFC商場裏面 這亦都蠻推動到 集團的純利方面 是一個蠻明顯的增長 與此同時 其實剛才也見到 擴張的幅度來說 在2012年其實見到 也是積極擴張一些Pacific Coffee 這方面的一些收入方面 對於集團的純利方面 都有一個蠻不錯的提振 這方面我都會覺得 業績表現量例 也是一個其中主要的 我覺得是街景集團 是值得推介的兩點 順利方面做得不錯 不如細看一些數字 究竟在業務分佈上 究竟哪個業務是最賺錢的 如果從集團的業績裏面 其實不太看到 究竟怎樣去分配 本身的食品和飲品銷售 已經佔了整個集團的收入佔比 當中剛才看 其實日本餐廳的 主要收入來源 也是佔集團大部份 如果純粹從一個面積去看 其實已經佔了集團總體的 餐廳面積的六成以上 這方面其實我都會覺得 對於集團未來的發展 真是好看日本餐廳的銷售額 如何發展整個業務 這方面我相信 除了澳門旅客量方面 雖然日本旅客數量 持續下降的趨勢 但是我個人認為 香港人或不同的內地居民 對於日本食品熱設的追求道理 這方面對於街景集團來看本身食品和入品的銷售 看到持續擴張的店鋪趨勢來看 我會看好未來的銷售情況 根據地區方面分佈去看收入方面的情況 賭場方面、路坦方面都佔了四成七 可想而知,澳門仍然是街景的根據地 接下來的方向發展是否這樣 如果看收入或店舖分佈 集團主要的餐廳仍然在賭場方面 無論澳門半島或路坦方面 佔收入或面積方面都會比較多 這個圖是界定由於本身集團的數據 透明度不是那麼高 其實用一個面積去看究竟集中在餐廳在哪個地區 如果你說看賭場方面 其實都有一個明顯的勢頭在這裏 接下來的集團本身的業績趨勢 又或者發展的情況來講 真是好看澳門的博彩業務 究竟會否有持續增長的趨勢 特別見到每個月發佈的莫彩無收入 又或者未來的旅客量 會否有回升趨勢 這方面都會很影響到 街景集團的餐廳 或者未來的發展的勢頭 沒錯,賭博相關的數字來講 都能夠影響這個股份 稍後再和大家跟進相關的數字 先和大家繼續看看業績方面的數據 見到收入的毛利方面 都有一個差不多一成的增長 但見到經營毛利方面 反而有個要下跌0.30% 又如何去理解這個數字呢 看完這個全年的業績 其實投資者如果禁703這個數字 進去一些股票機裏面 其實都有見到市場 對於集團第一季的毛利 又或者是一些經營的情況 好像看得不太好 我見到其實收入的增長幅度來講 只是升了11% 我也特別去highlight了 經營毛利方面 反而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見到其實如果說 集團的毛利水平來講 的確在第一季有一個下降的趨勢 這方面投資者要留意 本身集團也積極做一些擴張的動作 管理層也解釋一些相關的資本開支 令到本身的盈利方面 有一個不穩定性在那裏 但隨著一些新報陸陸續續開張 又或者是經營權拿到手之後 也在發展的時候 對於集團的盈利的前景來講 我仍然是看好的 亦都是特別去看第一季的情況 之所以就是股價有一個短暫的震度下去 而隨著本身的管理層解釋 究竟發生什麼事之後 其實那個股價也是重拾回升的勢頭 然後繼續看第二個利好因素 其中一件事剛才提到 賭場方面相關的伯協收入數據 都能夠影響這隻股份的看法 再看每月伯協收入方面 其實那個走勢是怎樣的 見到投票上顯示有上升的趨勢 是不是對於這個股份也有一個幫助 剛才也有分析到 由於本身集團在餐廳的分佈 都仍然在賭場附近 亦都見到每個月的博彩 無收入的上升趨勢 又或者旅客的數量來講 的確有一個明顯的關係性 看回這幅圖 其實跟大家去推介銀魚的時候 都見過了 我特別更新四月份的數字 雖然四月份的數字 沒有三月份的博彩無收益有25.4% 但四月份的數字 的確我都覺得較為受落 特別是四月來講 不是一些傳統上的旺季 對於每個月的博彩無收入 有一個明顯的提振在回到的時候 其實確保一些衍生的行業 在街景餐廳的收入 我都會有看好的 四月份的13.2% 對比起以往只有5% 或是3%的增長的幅度 我相信由於本身的一些 新賭場也開幕了 又或者旅客的數字 也做得不錯 這方面如果從另一幅圖 旅客數量 其實真的直接去看 究竟街景集團的發展趨勢 我們特別見到 其實去年自從5月之後 一直到12月當中 其實旅客的數量 反而是一個按年下跌的趨勢 這方面其實自從1、2月之後 甚至是3月的情況 有一個回升的趨勢 雖然回息的幅度不是那麼多 但要留意澳門的旅客數量 在一個這麼小的經濟體裡 的確是一個比較高的基數 這方面對於澳門每個月的入境 旅客量有一個回升趨勢 所以的確對於街景集團 尤其是在澳門廣報自己的餐廳 收入自然會有一個上升的勢頭 這方面主要是看好 接下來的發展或者營利的狀況 其實去到澳門 無論是賭錢或者吃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來自內地方面的旅客 其實內地方面都是看政策 有什麼相關政策 對於去澳門方面的消費來說 又有什麼情況呢 如果說看另外一個 我都會覺得現在看歷史的數據 有1、2月份有2.1%的增長 3月份有1.6%的增長 未來4、5、6月怎麼辦呢 其實我亦都有一個因素去看 就是高鐵的情況 自從高鐵由廣州、廣珠、城濟的鐵路 拱北延伸段也開始之後 亦都帶動了澳門1、2月份 甚至是3月份的增長數字 這方面對於未來發展的勢頭 我會覺得旅客量 又或者是薄彩無收入方面 都有一個持續的上升趨勢 這方面也帶動了相關的衍生行業 就是剛才說的街警集團裡面的 一些飲食的業務 如果你說隨著旅客量 不停地有增長在回到的時候 然後確保未來增長的勢頭 有一個持續穩定的上升趨勢 然後跟進了第三個理好的因素 剛才也說過 就是日元持續有下跌的情況 所以減低集團原材料方面的成本問題 日元方面 酒藥反而對這個企業來說 反而是有幫助 相信是否跟剛才你說到 集團主要來說 都是做日本餐廳有關 所以正正受惠到日元下跌呢 看回集團本身的收入 又或者是面積佔比當中 店舖面積佔比當中 其實都有五成以上 都是在日本餐廳 特別說旗艦餐廳 江戶日本料理 其實是一些比較高檔次的餐廳 其實如果你看回 主要為何要介紹這件事 就是因為高檔次的餐廳 他們都集中在focus 在告訴客人 他們會在日本直接入口 一些新鮮的魚的材料 又或者相關的海鮮 進來他們的餐廳當中 這方面如果看回日本最近的 會價表現來說 其實很多觀眾都知道 也都見到日本如果對美金的數字 已經上到102位置的時候 其實本身也有一個明顯的下降趨勢 這方面我相信對於街景集團 未來的原材料的成本 控制又或者採購的成本方面 有一個很明顯的下降趨勢 這方面對於未來的盈利前景 自然都會有一個提振 最重要的是我暫時去看回日本的貨幣政策 那個策略當中 會令到日元的匯價 其實也有一個持續向落的勢 會保持一段時間 這方面我都會相信 特別在這半年裏面 對於街景集團採購的成本 有一個很利好的作用 在這裏 不過跟進回最近的新聞 都會看到街景都會計劃 進軍澳門的食品手信方面的市場 可以做一些杏仁餅、蛋犬等等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澳門方面相關的業務 都有幾間比較龍頭的公司 沒錯 你覺得如果街景去進軍這個業務 又有沒有優勢呢 如果你說進軍這個業務 暫時來說會看得比較忠誠少少 見到其實譬如說 巨記、醉香園等牌子來說 在澳門的一個手信業 的確已經佔據了龍頭的地位 對於街景集團 亦都可能發展一些 比較多元化的措施 其實見到集團不想 太過集中在高檔的日本的市場 如果說日本本身的原材料 可能發生了任何地震 又或者有輻射的情況出現 突然間原材料的供應鏈方面 不是有那麼穩定的情況 對於集團可能有兩三個月 亦都會停止他們本身的生意 這方面其實主要為何說 儘管進軍一些大眾市場 又或者剛才Mac說到一些手信市場 自然比起高檔似的日本餐廳 毛利率各方面 都會有一個比較低的情況出現 但對於他們的盈利的穩定性 又或者整盤生意 究竟那個增長的幅度 都會有一個利好作用 對於整個街景集團來說 主要的因素 發展策略這兩年來說 會看回一些發展比較大眾的市場 而高檔似的餐廳來說 佔比暫時會回慢一點 看到業務方面 追求多元化的 而且確實可以將相關的風險減少 但今次推介這個股份 都有些風險因素 需要大家留意 螢光幕上都看到 包括中央反貪 令到澳門方面 高檔似的飲食方面 消費有一個萎縮的情況 還有澳門的旅客 見頂會不會回落 大家要去考慮 另外還有一些固定成本 例如租金、員工等等 這些成本上升 都會影響利潤 怎樣看 沒錯 我們見到 其實中央反貪腐的情況 其實都影響到 內地的高檔似的消費 飲食的情況 這方面會不會影響 澳門的高檔餐飲的市場發展 或者利潤的情況 這方面值得觀眾去留意 在半年的業績 我相信集團會透露更多的消息 另外一方面 剛才都說到 澳門以這麼小的經濟體來說 旅客的數量方面 其實是一個比較高的基數 究竟持續會不會有回升的勢頭 很值得大家去留意 這方面對於街警集團 來的不同的餐飲業務 營利的狀況 有個直接的關係 另外一方面 當然和香港的一些 不同的餐飲行業的問題 也會在到 在租金方面 又或者是員工方面 其實都會有一個 薪金的成本上升的壓力 這方面是會對於 集團的利潤 會有一個蠶食的情況出現 大致不然 剛才都說到 不會出現三高的情況 因為原材料的價格 反而是有一個回落的趨勢 這方面 其實我都會看好 街警前景的集團的發展 另外有一個就是 剛才提到 你自己說到 其實這個集團 他們的透明度 或者是怎樣賺錢的數字 透明度沒有那麼高 作為投資者 如果對這個股份有興趣 應該怎麼看這個利膽因素 也看到 如果部署的投資策略 如果看本身的業績表現 又或者今年的發展策略 對於一個保守型的投資者來說 這個股份可能要小處去吸納 剛才分析了那麼多的利好因素 特別是在餐飲業務 在日本餐廳的佔比 比較高一點的時候 其實主要是說 餐廳的面積方面去看 而不是一個收入的佔比 這方面其實從一個面積 可以吸納到有多少人客 來到餐廳的猜測 去看回引申出來的一個利好因素 之所以我都會覺得 大家如果買這隻股份的時候 我會看回一個小處的買入 如果投資策略來說 我都會覺得現價可以買入 如果我看回本身的情況來說 現價是在做2.39元 我都會看本身的目標價方面 都會比較進取少少少 看回3.1這個位置 也都是一個中線的部署 以股價表現來說 其實也都見到 自從集團出了第一季業績之後 股價震了2.1之後 其實慢慢地有一個 建立回升的勢頭 現階段是一個橫行區間的時候 可以作為一個買入價 我都會看1.75元作為一個止蝕價 謝謝Henry和我推薦這隻股份 最後這節時間差不多 最後和你做一個申報 剛剛所說的這隻是街警集團 Future Bright 這隻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謝謝Henry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會是問答的環節 如果大家想問問題 現在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又或立即傳給我們 掉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問答華再聊 您好嗎